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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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玩的這款遊戲的名字叫做犯罪現場 那麼這是一個偵探類的遊戲 非常可以滿足現在時下 很多人都以為自己是名偵探 對不對 OK 真相只有一個喔 那麼在這裡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呢 叫做場景板塊 那這裡呢有一個死亡原因 還有一個案發地點 這兩個場景板塊在每一輪的遊戲裡面 都是會固定出現的 不同的是呢 案發地點是可以通過選擇 然後才放出來的 那這裡有一些特殊的事件 特殊的事件會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 那這裡呢是一些其他 各種各樣的一些 跟可能是有關也可能是無關的一些 各種周邊的犯罪線索 我們將會以抽取的方式 然後來出現的那有些是有用的 有些是沒有用的 好 那麼呢這裡可以看到 這兩樣東西呢 一個是犯罪的手法 還有一個呢是犯罪的線索 紅色呢是犯罪手法 而咖啡色這些牌呢就是犯罪的線索 OK 那麼這裡呢還有一些角色 在角色裡面呢最多當然就是調查員 都說了每個人都喜歡當偵探 對不對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柯南 好 那麼另外一個呢就是 兇手了 那兇手呢他 呃 只有一個 在整個過程中只有一個 他會隱藏在大家裡面 他會裝模作樣啊 然後把一些 呃 就是 一些猜疑啊 或者說一些東西移交到別人身上去 非常狡猾兇手 那這裡呢有一個 呃 見證專家 那見證專家呢是輔助所有的調查員去破案的 那有些時候他會幫到你們 有些時候他可能幫不到你們 這取決於見證專家他的智商水平去到哪個位置 那有些時候可能錯誤了判斷了一些東西 那會導致大家會想爆頭 OK 好 那麼剩下的還有就是幫兇跟目擊者 那麼幫兇跟目擊者呢隨後呢 會跟大家在講這個東西有什麼作用 那麼在我們今天的這個試玩階段呢 我們會只是加入見證專家 調查員還有兇手 都三個角色進去玩的 那最後講講 一個那麼好玩的一個遊戲呢 它是可以提供4到12個人一起玩的 呃 重點是他可以到12個人一起玩 想想啊 一桌子的人大家都在就是 調查啊 然後是破案 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而且呢 呃 遊戲的流程是非常明快跟簡單的 那麼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入今天的遊戲教學 好的 又到了今天的桌遊教學時間了 那麼馬上我們要開始玩這個緊張刺激的遊戲了 那麼 呃 先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玩的是一個五人版的遊戲 那麼呢 我會把幫兇還有目擊者呢先抽掉 那麼在這裡出現的呢 就是會有調查員 兇手 還有見證專家 那麼 由於規則上面會推薦能言善變者呢 去當這個見證專家 而今天又剛好是我教桌遊 所以呢 見證專家就不用抽了 就直接是我 當然 將來的遊戲 你們玩多幾輪以後呢 這個見證專家是可以抽取的 就每個人都有機會當見證專家 好 那麼說完以後呢 那我們現在事不及時先把身份牌呢 分發給其他四個 我們當然先會洗一洗在下面 好的 下來以後 發給每一位玩家 好 那現在每個人呢先看一下自己的身份 看好囉 看好自己的身份囉 那你們四位當中呢 有一個人是兇手 OK 那麼在分發身份以後呢 每個人呢是會拿取 呃 就是分發到四張犯罪線索 以及犯罪手法的 那麼 遊戲時間關係我們已經事先分發好 那這段時間呢是給每位玩家 參與玩家的玩家呢 先看一下這些 互相之間的犯罪線索 以及犯罪手法分別是什麼 好 那這個非常重要 那待會我會講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 好 先看一下 OK 好 很恐怖欸 呵呵 對 OK 好了 看好了齁 好 那看完以後呢 現在我們就可以準備開始進行遊戲了 那麼在這之前呢 我現在要知道兇手是誰 那麼現在麻煩每位玩家 請把眼睛閉起來 OK 兇手 請睜開你的眼睛 恐怖的兇手 睜給你 兇手 請在自己的犯罪手法 以及犯罪證據裡面 各找一張牌 指給我看 好 兇手呢是已經指定好了 兩張牌 那我也已經知道了 待會呢我會根據他所指的這兩樣東西 然後 給出一定的提示跟線索 輔助其他調查員 知道兇手是誰 好 兇手請閉上眼睛 好的 那現在呢大家都可以把眼睛睜開了 那麼在昨晚呢 已經有一個兇手出來 然後把他的犯罪手法 以及犯罪證據的告訴給我了 等一下我們可以開始玩這遊戲 開始之前呢我們會先把 洗好的這些場景板塊裡面 抽四張牌 四張牌 然後放出來 放出來 那麼 會 希望這些可以對他們有幫助 然後抽完以後呢 我會從 這四張 犯案地點 選一張 我覺得能輔助到他們 查出真相的牌出來 我選定了一張 那麼 剩下犯案地點呢 我就會放一邊了 這裡還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場景板塊 那麼這些板塊呢 我們在第一輪遊戲裡面 是不會加進去的 那麼在第二輪遊戲 就是 第二輪回合裡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這些 也一起洗進去 那麼有可能會把這些東西 抽出來 那麼不過今天呢 由於是教學 所以呢 未免太過於複雜 那麼我會把這些 特殊板塊也都抽起來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會出現的 OK 好了 那麼現在呢 我就要開始 給提示給這些調查員了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調查 只要我的六個圓柱沒有全部放下去呢 他們都是可以不停的自由討論的 可以對話 可以商量 也可以分析 都是可以的 那麼 那麼我放的順序呢 將會 基本上就是代表了 我認為哪個線索是 重要線索的一個順序 那基本上 我放的第一個線索 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個線索 那希望各位調查員 可以認真看好了 OK 嗯 嗯 嗯 你看一下 現場的這些 嗯 我先放的是這個 好 好 我第一個放的是天氣情況 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提示線索 我放的那個點是雷雨 雷雨 OK雷雨 雷雨雨 雷雨雨雨 你看看 有電 對 OK 有電呢 電子油氣是不是電 沒有 現在可以通電 OK 然後我 有用 當然 有用 有用 當然會裝 有可能 OK 第二個是 害怕嗎 這是個意外 第二個是意外 意外 OK 意外 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有用的 對 或許我吧 就是雷雨雨的時候 或許我 她的雷雨的時候有用 幫她是意外的 好 第三個是 第三個 她的雷雨的時候有用 喔 客廳 第一點是在客廳 在客廳 怎麼可能有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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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雨的時候 你不外 不外 不外 外出 吃東西 你這 留在家 吃早 飯 就是跟 骨頭 骨頭 在 在 客廳 吃飯 一點都沒有關係 吃飯 不一定要吃 就是 吃飯 就是意外 好 指紋 什麼 指紋 指紋 指紋喔 是要指紋 你可以在同一個版圖放兩個嗎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就是我只能選擇其中一個來放 我必須每一個都要放一個 對 對 同一個版圖放兩個 難道案發地點會有兩個 哈哈哈 不可能 然後 嗯 是不是吃幾個啊 為什麼 對啊 船 船都在客廳可以找到的 但是我不是生小肉 是週日的 嗯 week day 每一天也有的 每一天也有 就是你會吃飯 每一天也吃飯 然後 它是意外 就是有骨頭 你出勤嗎 然後最後 天也吃的 是不是最後一個 這樣子吧 啊 最後一個 那 是不是骨頭啊 因為你出勤的時候 很辛苦的 但是骨頭不是 為什麼出現在客廳 客廳吃飯嗎 是不是 好了 不是我的骨頭 好 現在呢我放完了 不能再自由討論了 OK 那現在開始呢就是這樣子 呃 會從我 呃 這個右手邊的 第一個玩家 或者說我左手邊第一個 第一個玩家開始 那麼大家輪流發言 讓每人有三十秒的時間 去陳述 或是分析 當然你也可以指證某人 OK 那麼現在從我 左手邊的這個玩家開始 就是我覺得 呃 本來這個是更可疑的 但是 嗯 在客廳 好像也是沒可能的 嗯 嗯 不只我啊 我很Joyce的一個 一個可能 一個可能 因為 嗯 在這些 線索裡面 好像 船都可以出現在客廳 嗯 OK 嗯 所以我覺得 Joyce 欸 雷宇跟店 雷店雷店 一定是Joyce OK 好 OK 發言完畢 到你了 下一個 我之前是 吃得很痛苦的 痛苦 我覺得 火消是 十分 痛苦的 所以我覺得是 欸 跟火有關 所以 我看這個 也有可能 好的 那麼一輪發言完畢以後呢 那現在呢 我們會 從這裡面 洗好的裡面呢 再抽取一張出來 那麼我會 把這一個 場景板開 覆蓋掉 其中一個 我覺得可能 不是那麼重要的線索 然後放 另外一個上去 那麼我決定 把 這個吧 這個覆蓋掉吧 然後 放這邊 好 線索 上午 上午 主持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破案啊 就是 這種場景板塊 我一共 就除了一開始翻 翻出來六塊以外 我還會再翻兩塊 也就是說 一共有三個回合的時間 你們可以去發言 那麼按照 任何時候都可以 對 是可以發言 然後任何時候 不用破案啊 對 任何時候呢 都是可以破案的 對 任何時候都是可以破案的 對嘛 那麼現在我翻出來了 現在還是 按照剛剛的那個流程 每人有30秒的時間乘數 乘數完到Joyce以後呢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也是可以破案的 OK 乘數到Joyce以後 那我就會再翻出 第三塊的 場景板塊 然後去覆蓋掉 這裡面我認為不重要的線索 然後再放到新的上面去 然後最後一輪發言 一直到Joyce發言完畢之前 大家都可以破案 但是 一旦Joyce發言完畢了 而你們又沒有給出一個 要破案的一個答案的話 那麼 就算調查員輸了 明白沒有 明白 OK 那麼遊戲的流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樣子了 OK 那麼 如果我破案錯了 怎麼辦 呃 如果你破案錯了 就Out 嗯 就會被查看的 但是我 我可以 參加 繼續 參加遊戲 但是我不可以說謊 對就是你就不可以再去破案了 就每人只有一次破案機會 嗯 我可以 哦 你可以繼續參與 你可以繼續討論 但是你已經不能再破案 就你已經沒有機會 就是場上 一共有三次 就大概一共有三次的機會去破案 就是這樣子 嗯 誰 Joyce 這個 嗯 電線 這個 還有包子 呃 對啊 下午只有包子啊 不對 哦 不對 好 我跟你說 我是一個隊友來的 哎呀 OK 那 基本就沒有機會了 不是不是 好 那我們 OK 那我們現在 剛剛已經有人翻了 那我們現在翻一塊出來 OK 翻出來 嗯 作案時常 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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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很快呢 我要破案 換 是不是 好 啊 啊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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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案 破案 OK 我覺得 個人是對的 因為每天早上也看報紙 報紙 報紙 然後我看見這個瞬間 嗯 我覺得是電流 好 OK 恭喜你們調查員 翻案成功 破案成功 我個人 也證明了 這是一個 聚會 或者是 不可缺少的一個遊戲 那麼 剛剛有說到有兩個角色沒有出現一個是幫兇還有一個是目擊者 先說幫兇 幫兇呢會跟兇手同樣都在天黑的時候睜開眼睛 那幫兇會知道兇手是誰 然後也會知道兇手指的那兩個東西是什麼 那麼他在遊戲過程當中呢他的目的主要就是混淆視聽 讓其他調查員無法很準確的去知道到底誰是兇手 目擊者 目擊者呢是在兇手跟幫兇睜完眼睛又閉眼以後呢會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 呃 見證專家呢會告訴目擊者誰是兇手 誰是兇手 然後呃 那麼這個目擊者呢他的目的當然是他知道誰是兇手 他要 呃 不露聲色的去引導大家知道誰是兇手 或者說知道把那個方向指向誰 但是他也是有危險性的就是 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表露得太過於明顯 兇手可以在被抓住以後 然後說 呃 目擊者是誰誰誰 如果說中了 那麼就視為兇手把目擊者殺掉 然後逍遙法外就變成兇手贏了 所以記住如果當目擊者的話 千萬不要太陽光 OK 好了說完那麼多那麼那麼精彩的遊戲呢 就等著各位回家以後自己慢慢去研究他各種的套路還有手法了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名偵探 謝謝 謝謝 madness д